不提展姆斯,卢帅赛后罕见的弹起战术,希尔扁平骑士一步到位,以往骑士赢球,赛后采访泰伦卢,他会说展姆斯表现非常好之类的话,如果骑士输球,他会说下一场期待展姆斯带领球队赢球,总之,只要是赛后采访,他出口必提展姆斯,这已经成为了标准的泰伦卢式回答,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错, 季后赛的骑士必须依赖詹姆斯,从步行者到猛龙,甚至凯尔特人这话都适用,但到了勇士这情况完全变了,在第一站詹姆斯拿了创纪录的神奇数据,依然没赢下比赛,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部贡献出来,到了第二站,詹姆斯虽然没有第一场那么神奇,但受着眼伤的影响,他依然间接贡献了高达60分的价值, 即使这样还是19分会败,总比分0比2落后,G3怎么办,还让詹姆斯怎么发挥,场均70加10,经过两场的失败,泰伦鲁似乎醒悟过来了,赛后的采访他一改以往的风格,罕见的从詹姆斯转而主弹起球队防守, 卢表示,下一场骑士队必须做好防守,同时打得更强硬些,更积极团队一些,我和教练组也会研究出一些对策,这场比赛让勇士得分太轻松了, 像在两天时间内让泰伦鲁能给骑士的进攻带来多大改变,也不太现实,毕竟进攻这东西也跟球员自己状态有很大关系, 但防守可以改变,G21战丢了122分,防守出现了严重的问题,泰伦鲁必须在G3之前找到解决办法, 你不限制勇士的进攻,就只能靠这些人得到130分战胜勇士,纯属天方夜谭。 关于骑士的比赛,NBA评论员格兰特希尔做出了点评,他的话可以说一步到位, 他表示骑士的防守出现了大问题,防守端从比赛出就奠定了基调,如果在课场比赛不做好防守,会让对手越打越有气势, 其实这些问题谁连球尼都知道,泰伦鲁怎么会不知道,只是他被詹姆斯惯坏了,产生了严重的依赖症, 球队进攻差有詹姆斯顶着,防守差有詹姆斯填坑,两场比赛他还没从麻木的状态恢复过来, 好消息是,至少卢教练发布会说的话,能给G3比赛,带来一些良好的信号, 这就是骑士队要重新开始重视起防守,球队可以打得更强硬一些, 不在防守端给勇士造成压力,那只能指望JR投进6个3分, 可沃尔仍进5个3分,同时勇士又不能全部发挥,这样有机会赢球。 按照揼的保持空所,不在暖身冠冻给我了, 不 کی定是戏肢为人,by是尽管冠冻こと的状态恢复者磯也不相 处理应该障碍地方,并非在外面ünden课到温暖入那天朝 комна的